一二三源家吧 Kumi 片段先生 吧 马来西亚真的好玩 人很好 料理也超级好吃 很好的地方的感觉 我超喜欢 我也很喜欢马来西亚 但是有一个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简单来说 我们被骗了 其实我们后来发现这个 就是计程车 今天这个影片的话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Taxi的故事 所以今天的计划是 分享在马来西亚Taxi的被骗的事情 我们行动开始 睡觉特别好 星期三 周末白天 会放马来西亚的影片 白天的影片 是 是 晚上是7点 大家一定要看 大家好 我们不太少这个马来西亚的第一点 所以常常使用那个Taxi 然后拍片也有点赶时间嘛 所以我们最快的方法 就是Taxi 我们现在就在Time Square 就是很细中心的 然后我们第一天 从这里到Aro Street 然后我们想要拍两千元计划之类的 所以我们决定打Taxi 在Google Map上面距离的话不到五分钟吧 这个我们在那个下道的影片里也说过吧 马来西亚的Taxi的话 没有那个Meter的也很多 然后我们要先跟那个司机讨论 价钱 我们的饭店的门口 旁边有的那个计券车的司机 我们说想要去Aro Street 然后他们说 5C ringg 那时候我们不知道 Zone Jelly跟Aro Street的距离吧 其实在Google Map上面有看过 但是我们没有去过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 马来西亚的计券车的 标准的价钱是多少钱 然后大家对我们说50 ringg 然后我们很快就说 OK OK 姐 这时候其实有一点费便宜 50 ringg 听起来不那么贵的感觉 台湾的话50块 很便宜 然后大概台币的话250到300吧 现在觉得很贵 那时候真的没有发现 到那边的时候才发现 真的很近 真的真的很近 其实走路5分钟可以到的地方 但是以后也我们常常使用那个Taxi 这个的话 我们拍得到VCR 第一次的那个50 ringg 我们没有想法拍片 但是第二次第三次的VCR有 所以先看VCR 我们这个时候啊 想要去China Town 想要拍一个节目 然后他们说35 ringg 其实China Town是比Allo Street远 开出的话10分钟左右 Allo Street的时候50 ringg 然后35 ringg 感觉比较便宜 就不觉得怎样 然后当下那时候 好险 这次没有被骗 就是价钱很便宜啊 这样的感觉 然后从那个China Town回到 Times Square的时候 是30块 30 ringg 然后那时候我们觉得有点怪怪的 为什么价钱会那么有差别 但是5 ringg的差的话 还可以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 这个30 ringg也超级贵 这个的VCR也有 所以先看VCR 哦 那么便宜吗 第一次出现那个Meter 我们这个时候真的 应该要说很幸运吗 路上随便招的 计程池里面有Meter 我们没有讨论什么 我们想要去这多少钱 不是这样 就是像台湾 日本一样的 打计程池 然后开那个Meter 用那个Meter算钱 然后结果是5.75 ringg 差不多7-8分钟 所以Aro Street跟China Town的中间 对我们的经验来说 30-40块左右 但是结果5 ringg 差很多很多 这个时候真的 诶 我以为他在骗我 因为太便宜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才发现 原来马来西亚的寄程旅的价钱是多少 然后50块 太夸价了 但是我们还不太确定 因为这是我们日本人的 猜的价钱 所以我们继续放位 Cody跟Ton-Ton 他们是当地的马来西亚人 所以这个的布下理由 我们来到马来西亚 然后当然要的寄程车吧 饭店是那个Times Square 然后从那里到Aro Street 在饭店有一个服务员 他们帮我们叫寄程车吧 从那里到Aro Street 多少Ringg 饭店叫的啊 你们是上车之后 寄程车的司机 直接跟你们说价钱吗 然后跟他们说 想去这里 先给我几个钱 但是那是饭店的 饭店门口的 那就不是饭店叫做 我刚才一猜就中 你一猜就中了 这样给我猜 50 猜对 为什么大家都猜不起 一张啊 一张 就是直接啊 就是直接啊 在台湾如果说 你要被骗 就是骗你1000元 如果是正常的价钱 应该在10多块左右 没有 或者少过10块 可能5块钱 对 5块钱 如果你叫 Grab的话 如果你叫 传统的司机会叫 贵 它这个不是 贵是被砍 哇完蛋了 当然在Google map 下面我们会看到 但是我们不知道 距离啊 或是什么 马来西亚的寄程车啊 标准的 那个价钱 计程车如果有 按表计算的话 那是正常价钱 如果它不按表的话 就是肯定被砍 但是通常 如果太近距离 它们都不会按着 有些基建局里面 没有那个算的 对对 其实 它们这样是算法 就是在游客区的话 很容易会中到 因为很多游客可能不知道 尤其是Times Square那一区 很多外国人是用美金的 所以其实美金转换来马币 几十块马币对它们来很便宜 所以要来马来西亚的游的话 最好是用手机叫做 比较好 那时候我们有好天会去台湾 现在学到也 来不及 不是 我也觉得 比较夸张 私陪到机场 真的吗 可以啊 没有啦 有5G可以 以前50 有一个特会的时候 是差不多是50 然后后来现在是65 一日去机场 机场很远 机场要快一个小时 50 如果买巴士票 可以到新加坡 真的吗 真的吗 我们只有5分钟的 阿洛斯区域的时间 走路5分钟 后来我们走路 然后 咦 这么厉害 真的笑到 想吃新加坡 这边去新加坡 应该巴士票30多块了 那个是太夸张 但是5分钟 10分钟的距离 大家都说30 那是太贵了 那不是对的价钱 也没有跳表 其实马来西亚的所有计程车 必须跳表 不跳表都是犯法 因为这个东西你很难去 讲说它犯法还是不犯法 就打一个比喻好了 你去泰国去曼谷 他们其实也是一模一样 这样子的 是犯法 但是就是不会去说 设定去抓你又怎样 就被你去投诉 泰国如果你 他们知道你是外国人 你上车之后 他们一定会跟你讲一个价钱 然后如果你OK 他们就带你去 对 但是一定比较贵 我们比较熟悉的 我们是泰国 我就 我一上车 我们去泰国很会生存的 我就会拿什么 对 你要跟他说 我们的 然后他们如果OK 他们就会好 打开给你 就会比较便宜 如果他们不OK的话 他们会直接跟你说不要 就是他们不在意你 在马来西亚也一样的方式吗 对 你可以跟他说 有米特 对 因为其实我们一次有遇到自己脚 然后有米特的 大概一样的距离 然后560元 所以我们才发现 不是 超奇怪 我现在很多人在买一下 都会被骗 哎 Kody 东东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告诉我们 啊 哭 真的不行 马来西亚的 taxi OK吗 很奇怪 可以去机场吗 好像到处都可以去的感觉 设计游戏都要有什么 设计游戏外国人吧 观光区吧 哦 游戏附近 蛋糕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文化财献吧 一个经验吧 以后不要被骗 就好 这是我们学到的 彤彤跟Cody推荐 我们下载那个Grab Taxi 就是像Uber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昨天下载 然后我们昨天试试看 这个一样的距离了 然后结果是 大概5.0.000 太便宜了吧 真的 真的 Grab超便宜的 哪些使用taxi 只有外国人吗 好像第一次来 然后不太熟 马来西亚的外国人才用的嘛 我们就是很好的例子啦 所以我们想分享给这个经验嘛 这样的话以后 如果大家看这个影片的话 可以注意 然后应该可以坚强地打taxi taxi的那个counter 这个我们的hotel的旁边 所以我们以为是 那个是hotel准备的taxi hotel准备的话 应该很安全吧 嗯 但是其实不是啦 嗯 好 终于啦 好 终于啦 但是我们这个部分 没有做 所以给他们幸福的生活呢 5.0.000 可以买很多东西啊 如果他们为了家人用这个5.0.000的话 很好啊 我们做了很好的事 这样的想法也重要吧 我们要正确的思考 但是以后 我们一定不会被骗 我们用grab taxi 不含是你的taxi driver 我会给你们 不信任的啊 好不好 好 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 谢谢 到这儿了 方向机点减 方向机点减 好心安不好吧 谢谢很开心 好啊 喜爱 对你啊 见大家的 翔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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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超快逼 这个哪个哪个 这里哪里哪里 哈啊 数字 会得到的 素敵的思想 好 好 好